手承器里面 大家好 我们今天为大家分析一下怎么做一个全球广告 就是全球推广 现在 大家每天在这个B2B平台 每天贴喊着盛事 这也是 作为一个广告的行为 你去参加剪卵位 希望有客人跑到 你剪卵里面去 表示一个广告的行为 但是剪两块 但是我们统一样 就是在 投放的机缘太多 对这个 这个对比 落差太大 今天 我们为大家分析一下 全球最高访问量 这个网站 第一 Google 第二 Facebook 第三 YouTube 大家这样子可以看得到 看一下在全球无联网 每一分钟产生什么变化 基本上我们做了两个礼拜 跟客户做了两个礼拜 这个牌位已经很稳定 YouTube 每一分钟产生30个小时这个视频上传 你可以怎么做了 有130万这个 这个访问 查查看这个视频 Google 有200多万 这个查行 那么高的量 这个网站 要是有机位 你可以把你的广告 放在里面 让客户能找到你 这个 这个机位 比你现在在B2B里面等 参加简单位 来的简单 我们简单用一个关键词 做一个效果给你看 iPhone Mobile Marketing 我们在Google 点看 大家看一下 现在手承器 确实一些改变 他把相关有 video的 连结 带到最前 因为他理解到 每一个手承客人 他希望找到一个 比较详细 说明产品 这个连结 要是传统 我们在B2B里面 放几个图片 放一些文字 确实对这个产品内容 说说明 不过强势 所以现在 手承器里面 起了一些变化 他把 相关连结 里面有视频的 大概最前 大家可以看得到 里面有相关多少页面 有17400多万 我们看一下 这是我们为客人 在过年 做的一个 推广 基本上头 5个位置 12345 5个 到视频连结 里面有4个是YouTube的 有一个 是TOPLINE的 要是美国 一个比较大型的 分身网站 大家可以看得到 我们在一个 把一个产品 从这个静态 转发成这个动态 把它做成一个video 给客人 看到你整个产品的内容 这样 就来得 直接一点 我们再看一下 他在video里面产生多少 这个流量 要是把这个 关键区 在Google里面这个video看 这个也不得了 有333万 相关的页面 大家可以看得到 基本上里面 全是YouTube的 因为YouTube跟Google的关系就是关联企业 Google肯定把 他自己有相关的内容 带到首页 所以 今天我们很简单 大家就要把这个video 生成到YouTube 然后 Google就把相关的连结 放到最前 今天要是 大家有兴趣把这个video放到海外的 很简单 你们就要把这个video 放到 我们productchannel这个平台 然后 我们就把你 卷发到这个YouTube里面去 要是你对这一块有兴趣 不知道怎么做的 你们可以跟我们人事一下 这是免费的 我们是兴费共识 谢谢大家 我 却下来